藏海花的故事发生在盗墓笔记大结局的第五年 也就是闷游瓶进入青铜门的五年后 吴邪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开始调查闷游瓶的身世 并来到了闷游瓶曾待过的西藏墨托 而吴邪也从喇嘛和张海克口中得知了一段张家往事 闷游瓶比张海克小两岁 张海克是张家的外家人 张家有本家与外家之分 本家人的地位更高也是张家的核心势力 本家有严格的内族规定 只进行族内通婚以保证血统与统治 外家则主要进行张家与外界事务的接洽 但接触不到张家核心势力 张海克第一次见到闷游瓶时 就发现闷游瓶在家族中不受待见 后来张海克从大人口中得知 张家人一直奉行内部通婚制度 但闷游瓶却是他的父亲从外面带回来的野孩子 不过后来闷游瓶否认 这个带他回来的父亲是他的生父 闷游瓶的出生暂时还是个谜 在闷游瓶15岁时 按照族规需要经理放野一事 意思就是独自盗掘古墓建立名证 张海克选择与闷游瓶和几个孩子一起 当时在闷游瓶的建议下 他们决定盗取一座极难得手的古墓 马鞍村蝎子墓 而闷游瓶选择这个墓 正是为了寻找张家当年遗失的特殊青铜六角铃当 许多年前 张海克这一脉按照族内要求迁往海外 在海外发展势力 可在那之后不久 海外的张家逐渐意识到 有一股力量在试图肢解张家 挑战张家的权威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便是整个国家 也无法对付张家这张弥天而无形的大王 但那股力量却成功了 海外的张家开始进入内地调查 他们逐渐发现 这股力量的始作俑者 竟然是明朝的鬼手神将汪藏海 原来汪藏海在为东下国设计云顶天宫时 发现了张家历代守护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代表着世界的终极 也是张家力量的来源与根本 与张家希望保守秘密不同 汪藏海试图将其公布 但他发现整个中国都处在张家的控制之中 任何他散布出去的消息都会很快消失 所以要公布这个秘密只有毁掉张家 意识到这一点的汪藏海及其后人 便在接下来数百年的时间里 为达成这个目标而秘密行动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 张家终于发生一起严重的内斗 其中一派击溃堤坝 饮水淹没了四周城 导致时任族长死亡 而张家的秘密只在历任族长之间代代相传 在张家的老宅中 有一间房间只有族长可以进入 每次新老交替都是老族长在房间之中 新族长入内完成交替仪式 然后带着老族长的尸体出来 在这个房间内摆放着中国历朝历代各种秘密 书籍卷手文物神器 所有东西都是张家千年来 从地下带出来的不可现实的发现 其中最大的一个秘密被称之为中级 后来这个房间被转移到张家古楼最下面一层 而在这个房间之外有一条很长的走廊 走廊上挂满了六角铃铛 这种铃铛的声音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只要触动一个人立即就会疯狂 要克制六角铃铛的置换效果 只能佩戴另一个特殊的六角铃铛 这个六角铃铛由历任张家族长持有 四周内斗后 这个特殊的六角铃铛也被掩埋在洪水的淤泥中遗失了 闷游瓶经过多年的调查 发现六角铃铛埋葬的位置正是马鞍村的蝎子墓 最终闷游瓶历经种种挑战 总算拿回了铃铛 成为了真正的张家族长 大约六十年前 闷游瓶从吉林来到西藏墨托 他告诉当时的喇嘛 说自己是来找一个失踪的 叫做董灿的张家族人 董灿在二十世纪初 曾参与一场对藏地喜马拉雅无人区的探险 据说他们找到一处山谷 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三四层楼高的黑色金属球体 其四周还散落着无数的鸡蛋大小的小金属球 金属球的材质不一 探险队的其他人找出其中的黄金球后离开 从此大富大贵 唯独董灿下落不明 于是闷游瓶来到董灿曾经的七身所 发现房间里藏有一幅画着巨大扇形湖泊的油画 喇嘛认出画上的山峰是刚人格伯峰 闷游瓶当即决定去寻找画中地点 经过艰苦的跋涉 闷游瓶成功找到油画中的扇形湖泊 湖泊边缘的两道山崖之间 凌空见着座喇嘛庙 闷游瓶在这里遇到了康巴洛人 他们在试探闷游瓶的身手之后 确定他是张家人 于是讲出一段秘心 原来当年董灿失踪后 居然成了此地康巴洛村庄的吐司 带领当地人抵御雪山里的邪神 后来的某天 董灿突然选择离开康巴洛 他告诉藏民 邪神来自雪山里的一道青铜门之后 那青铜门每十年打开一次 他预测自己活不到下次铜门打开时 但以后一定会有张姓的汉族年轻人找到此地 藏民可拥护他为下一任吐司 一起抵御雪山里的恶神 之后 门游瓶在康巴洛人的喇嘛庙里 邂逅了一个女人 她的四肢都被扭断 眼睛失明 身下的沾毯上画着阎王骑尸的图案 大概就是地狱阎王骑着一具女尸 在山川间穿行的场景 门游瓶意识到 这个女人是藏民打算献给阎王 也就是同门后邪神的祭品 而董灿之所以在康巴洛隐居这么多年 此后又突然离开 背后的原因是她爱上了一个女人 很可能就是门游瓶看到的这件祭品 当然 这也仅仅是门游瓶的猜测 而有关门游瓶此后的经历 小说里没再描述 直接就跨越到十年后 门游瓶从雪山里出来 回到现在 吴邪在听完西藏喇嘛和张海克的故事后 决定顺着当年门游瓶的路线走一趟 为此 吴邪与胖子还有张海克的妹妹张海静 以及一个德国人冯组成了探险小队 这个德国人冯的身份非常有意思 冯所在的德国公司在求德考死后收购了其公司 他们发现公司中有很多中国人 这些中国人虽然看起来都是二十出头 但其中部分人的实际年龄已经六七十岁 甚至更老 冯的老板认为这些人知道长生的秘密 于是立马注入大量公司资金 而冯此行就是公司派来辅助张家人的行动的 很快 无邪一行人就抵达了康巴洛村 只是这个村子早已物是人非 所有的康巴洛人全部离奇死亡 寨子也被冰雪覆盖难以前行 冯指着一边裸露的黑色山岩说道 应该是山体变热引发雪崩 掩埋了整座村庄 顺着山谷的缝隙 几人艰难前行 不知过去多久 他们在缝隙尽头 看到一扇和长白山山底一样的巨大青铜门 胖子扔出手榴弹炸开青铜门 瞬间大量泥浆从里面喷涌而出 待泥浆散后 出现一个巨大青铜溶洞 一旁还雕刻着一幅巨大壁画 壁画上讲述的是人站在地上 看着天空坠落的巨大陨石 由此推断出 这个山洞可能来自一颗金属陨石碎片 就在无邪观察眼前的青铜门时 张海信原形毕露了 他忽然袭击无邪 告诉他自己并不姓张 他其实是汪家人 他跟随无邪到此 是为了利用他的麒麟血 原来 这个青铜洞里 有一个肉眼无法看见的怪物 但利用麒麟血 就能自动避开邪物的特性 只要将血洒向四周 就可以找到这个怪物的位置 张海信的目的是要将这只怪物引出去 然后进入青铜门 找到张家的终极秘密 于是无邪惨遭放血 随后 手雷爆炸将血液炸开 于空中形成血雾 勾勒出一个三人高的 多兽多足怪物轮廓 怪物发起攻击 并追逐无邪离开青铜洞 无邪发现 他在洞内的部分 自己是看不到的 而他探出洞外的部分 却一下显出了颜色和形状 就好像一个怪物 退去了隐形衣一样 随着怪物在洞外现行 无邪认出 他就是阎王骑尸图案里的阎王 于是一行人 使用手雷且战且退 成功炸断阎王的身体 并逃进一处缝隙 触发机关后 无邪几人在地下 发现一处作坊 里面有许多散落的阎王脑袋 以及青铜器械 无邪意识到 所谓的阎王其实是张家人制作的斗尸 简单来说 就是一种人为改造的僵尸 而整个喜马拉雅山的青铜门 就是张家人仿制的陷阱 这个作坊 就是他们制作阎王与青铜门的地方 许多年前 张家人为了保护真正的青铜门 与门后的秘密 找到了喜马拉雅的这处陨石遗迹 经过漫长的岁月 成功仿造了一个青铜门的复制品 同时他们篡改了世间 有关青铜门与终极的记载 将探索者引向这道假的青铜门 门后的无数斗尸 就是为了杀死这些探险者 而准备的陷阱 面对如此多凶恶的斗尸 无邪他们能否逃出升天呢 藏海花的原著 写到这儿就结束了 算是三书没完结的一个系列 虽然没能完结 但还是大体勾勒出了张家 在历史上的活动轨迹 这个古老的家族掌握着一个被称为终极的秘密 因此而不断壮大 甚至用隐蔽的方式控制了整个国家 为了守护这个秘密 张家在喜马拉雅山脉造了一个假的终极 并篡改了很多历史记录 通过假线索将追寻终极的探索者 引向藏地的致命陷阱 直到康熙年间 随着张家时任组长的死亡 以及六角铃铛的丢失 张家不再掌握终极 而且张家后人也无法分辨 那些被严重篡改的历史孰真孰假 所以二十世纪初的董灿 六十年前的闷油瓶 以及现在的张海克等人 先后寻着假线索找到喜马拉雅 从闷油瓶的藏地之行 到盗墓笔记本篇的这段时间里 他的主要活动应该就是不断排雷 并最终找到真正的终极 重新发现张家那个古老秘密的过程 除了讲述张家与闷油瓶的背景故事 藏海花的另一个意义 那就是正式引入了汪家与张家斗争的这条主线 这条线将成为杀害的一个主题 咱们下期开始就会开启杀害篇章 当然藏海花的作者既然是南派三叔 那挖坑不田的现象也算是意料之中了 所以藏海花的完成度并不算高 有很多地方都没解释 比如董灿等人找到的金属球 经鉴定后有数千年的历史 部分由探险队带出的金属球 被印度政府高价收购 在行内被称为比黄金还珍贵的黄金 但这些金属球到底是什么来历 有什么特殊价值 文中并没有提及 还有阎王为什么在青铜洞里不可见 出了青铜洞就可见了 门游瓶又为什么要在喜马拉雅山待十年 这十年间他又干了什么 可以说藏海花不仅没有完结 剧情上的留白也不少 只希望之后的剧版在改编时 能够把这些洞给补上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杀害再见 我们下期杀害 怎么就要应该 我们下期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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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杀害